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那麼這集要帶大家來聊聊 俄乌戰場的部分 首先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俄羅斯遭到了恐怖攻擊 那麼濃煙重天街頭槍斬 現在影片也曝光了 透過我們的畫面 彈影來看到的是 在俄羅斯的達吉斯坦 恐攻出現了九死二十五傷 你可以看到警察跟恐怖分子 在街頭槍斬 那麼達吉斯坦的地方政府說 做出這些行為令人作偶 將針對幕後給手進行嚴厲的懲罰 俄羅斯調查委員會宣布 已經對恐怖行徑展開刑事調查 當然同時也正在追捕 這個犯案的槍手 到底是從哪裡來 但其實不只在這個地方 包括了在德本這個地方 也遭遇了恐怖攻擊 俄羅斯的達吉斯坦恐攻之後 那麼你可以看到 猶太教堂也遭到了惡意縱火 世界遺產呢 現在等於是化為烏有了 透過我們畫面可以看到呢 就在德本的一處 猶太會堂被人縱火焚燒 就可以說是濃煙沖天 俄國猶太社區的聯合公共委員會主席 就講到了 德本的猶太教堂著火 火勢是完全無法撲滅的 那麼甚至有人講到 長期以來達吉斯坦的穆斯林 東陣教徒和猶太人和平生活 這一次的襲擊顯然就是從外部來策劃的 也因此很多人都很好奇 這外部策劃到底是誰呢 是現在正在跟俄羅斯交戰的烏克蘭 又或者是有人劍指 是不是這烏克蘭背後的好朋友 美國到現在是誰 一個大大的問號 結果現在連克里米亞也遭受到了攻擊了 克里米亞遭飛彈攻擊 量成四個人死亡 俄羅斯怪罪 美國你應該要負責 那麼你可以看到這一次也造成了 包括兩名孩童在內四個人死亡 超過百人受傷 他們說美國對此應該要負有責任 透過我們的畫面 我們要帶您看到 就克里米亞遭受到恐怖攻擊的畫面 你可以看到現場是一片慌亂 到處充滿逃跑跟受傷的人 俄羅斯說呢 這個烏克蘭使用美國製造的 ATA CMS飛彈擊中了克里米亞度假海灘 而它是一個渡假海灘呢 所以去這邊的人並不是什麼所謂的軍員 而是一般民眾 華盛頓跟基辅要為蓄意 飛彈攻擊和平的居民來負責 但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呢 這個Flight Radon24的網站數據說 其實美軍的無人機在襲擊之前呢 曾經位於克里米亞附近 在烏軍襲擊這個塞凡堡市的時候 他們發現有一架美國空軍的 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的RQ-4B 全球因偵查無人機 曾經位於克里米亞東南的黑海上空 而現在中俄友好 美國是不是又想要來見縫插針了呢 我們帶你看到的是 陸俄議會合作加深 現在彭清華反俄強調穩固政治互信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彭清華 那麼呢他在6月19到23號這個時間呢 是率團訪問俄羅斯 會見了俄羅斯國家社的馬主席沃洛金 那麼杜馬主席沃洛金 那麼也包括了俄羅斯的聯邦委員會副主席 科薩切夫 那麼呢跟進一個他們共同主席 一個中俄議會合作委員會聯合工作組的 第二次會議 彭清華就說了 其實今年是中俄建交的第75週年 在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跟俄羅斯總統普欽的 戰略營運下 中俄關係持續高水平的運行 中俄立法機構合作是兩國新時代 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重要組成身份 俄羅斯也說了 願以這勒使兩國元首共識為基本遵循 進一步的拓展雙方立法機構的合作領域 為深化俄中全面戰略協作做出一點貢獻 結果現在美國是不是緊張了呢 因為這個美國的軍事手想要跳出來說 俄羅斯跟北韓簽訂一個防禦協議 很有可能就會讓中俄產生摩擦 那麼講這個話的人就是布朗 他說你看俄羅斯總統普欽跟北韓簽署了共同防禦協議 現在有另一方推擠進來 這可能會導致中國跟俄羅斯產生更多的摩擦 美方會關注這三個國家的動向 我們就先來請教一下亮哥你怎麼看 現在俄羅斯遭到了多起的恐怖攻擊 克里米亞那個不是恐攻 那個就是戰爭 就是烏克蘭就是要打你 那事實上俄羅斯也在打人家 只是因為他用這個陸軍戰術導彈系統 就是ATACMS我看他每次都是打克里米亞 就一直都沒有打其他地方我就覺得 這個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烏克蘭大概就是沒有辦法到 接近哈爾克夫或頓巴斯那個前線 因為感覺就都在這一帶 克里米亞被打過很多次了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可能跟他的 就是進攻的部隊可以抵達的地方有關 所以你就看到常常被打的就是 因為美國給他的陸軍戰術導彈系統 大概有100公里也有300公里了 那烏克蘭很長 烏克蘭從那個奧德薩那個地方上來到 到哈爾克夫有將近900公里 對啊所以我是覺得你從這裡看到他的 攻勢上的受到限制 不然照理講他應該要去打哈爾克夫才對 那另外這一個我覺得比較詭異 這個因為德本這個地方 這個坦白講是一個穆斯林的共和國 那他內部因為他叫斯坦 可是他內部有東正教也有猶太教 那可是以前都相處的不錯 那這個我覺得有一點是要製造宗教間的衝突 那他們矛盾 對所以他就去燒猶太的教會 然後穆斯林被打死 就是那好像有一點故意要讓你覺得是雙方在衝突 那雙方會不會就這樣相信 那就開始燃燒開啦 這種這個坦白講這個從東歐巴爾干到烏克蘭這一帶 很多地方都是本來都是和平相處的 那就是火星被點燃啊 是外部挑起嗎 不一定 不一定 比如說以前那個波斯尼亞 薩爾維亞 以前他們相處的也很好啊 那波斯尼亞是穆斯林嘛 他是白種人的穆斯林 那結果就發生跟這個東正教的仇殺 那就坦白講在敵托時期大家都相安無事 那後來因為有各個地方的獨立運動嘛 那各有所支持啦 那就連動到宗教的衝突這樣 知道本來不是宗教衝突 可是就就爆發開 那這個搞不好還有種族的問題 就是可能穆斯林就是當地的 就是可能是中亞那邊的民族嘛 那東正教跟猶太教就不是 就俄羅斯本來就是一個 也是有很多民族的地方啦 那本來是相安無事啦 可是像這樣搞 坦白講這個如果是外部力量策動啊 那應該是某國的軍情單位啦 才會這樣搞事情啦 我說實在 因為這個政治是故意要引發矛盾 所以是有很深的惡意在裡面 就它不純粹是軍事攻擊 不是 比如說你燒個教堂啊 然後再去打穆斯林啊 那這個就要給人家感覺好像是這兩個宗教在衝突這樣 那如果這樣搞那就事情就大啦 這個 因為這個地方我們比較陌生啦 所以我也不能推論太多 不過就是說 我還第一次在俄物戰爭看到這種打法 好 那我們來請教一下 介大使你又是怎麼看呢 這個 這個 這個共和國啊 它基本上我看了一下民族組成啊 它俄羅斯組只佔3.5% 它基本上大部分是所謂的這個北高加索人種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 還有就是說什麼塔吉克斯坦啊 還有這個 講這個突厥語的 都是穆斯林 穆斯林 它是可以說是 就是說靠離海最早的一個穆斯林國家 那高加索地區最早 所以是 宗教人種來講它是一個很多元的 很多元 當然啊 這個裡面就很容易挑起衝突 而且它的位置是在莫斯科 這個俄羅斯領土的最南端 它靠近離海邊 那它旁邊就是什麼喬治亞 喬治亞過去也是屬於俄羅斯的這個蘇聯的 後來它獨立 那可是這個 這個共和國呢 它繼續還留在俄羅斯裡面 那當然它這種很容易 我覺得是應該是你如果說要去顛覆的話 應該不管它的內部的 這種宗教的構成 這個民族的構成 還有它的偏遠性 都是很適合下手 所以這個大概有十幾個槍手在裡面 那麼他們事實上的話 就是說打死了一個神父 然後又燒了猶太教的教堂 對 然後呢 現在就是說聽說有一個這個當地官員的一個 以兒子被扣押了 因為他涉嫌在裡面 所以事實上應該是掌握到 可以掌握到這個案情到底是誰來發動的啊 不過發生在這個時候當然是很有敏感性 尤其俄烏戰爭這個時候 那另外俄國 事實上 美國跟歐盟現在已經 對烏克蘭最大的做一個讓步 就是說 你可以去攻擊俄羅斯本土 對那這種攻擊 甚至包括就是說美制的武器 你都可以用了 那如果說這種恐怖式的這種攻擊 那可以說門檻更低了嘛 所以俄羅斯這麼大的一個國土 全世界最大國土 你看它靠近離海邊的 最南邊的這個國土 現在發生這種恐攻 也顯示其實俄羅斯這個國家 它也有它的脆弱性 雖然還有它的脆弱性 那不過就是說 這一場戰爭 如果說俄烏戰爭 如果在結束的部分 沒有做一個很清楚的結束的安排 也就是說俄羅斯跟烏克蘭之間 有一個比較 雙方都接受的一個結果 不管是停火 就是說就現有的陣線 大家停火還是如何如何 那要不然這個俄羅斯跟烏克蘭 這個兩個國家人民之間的 相互的這種仇視 甚至發動的這種恐攻 將來可能會層出不窮 那所以就是說戰爭是不要輕奇的 如果打起來的話 真的收尾起來 可能不是三五年 幾十年這些 這些衝突的因子 很容易就被挑撥起來 對 所以還是以核為貴最重要 好 我們來請教一下 賴老師 你又是怎麼看 現在中俄關係感覺是越來越好了嗎 但是好像美國開始緊張了耶 美國一直很緊張 但是美國也沒有辦法 因為美國它兩手作戰嘛 它一方面在歐洲這個部分裡面 其實美國對於俄羅斯的衝突 它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俄羅斯的衝突沒有如美國所願 很短的時間內讓俄羅斯崩解 結果俄羅斯非但不崩解還活起來了 那它在亞洲這個部分裡面 它本來想毛足全力 就是遏制中國的發展 結果看起來它踢到鐵板 這麼多年以來 從歐巴馬然後一直到現在拜登 這個十幾年來 美國把中國大陸壓不下去 所以它越來越焦急 那目前來說由於俄羅斯的戰爭 逼得俄羅斯是完全往東看 它的整個政策往東看的時候 它必須要跟中國大陸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而且事實上習近平從上來以來 從上台第一個訪問國就是俄羅斯 那也就是跟俄羅斯就開始進行了 這種更高的相互信任的 這樣的一個措施長達十年 這十年使這兩個國家經得起考驗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兩個國家的 合作的範圍越來越大 然後在外交上 在很多的公共政策上 彼此之間協調性 就是協作的關係是越來越深 在這樣的一個情形 我們看到美國是越來越焦慮 那俄國現在除了已經確定往東看以外 它就不能夠只侵略中國大陸了 它也必須要對朝鮮 對越南 對亞洲的國家 它也必須要開始把它的力量 往這個方面發展 在這個發展過程中美國就認為它可以挑撥 韓國 朝鮮 因為俄國強化了它跟朝鮮的等於是冷戰時期準 軍事同盟的關係 那美國人就認為我可以挑撥 可是我覺得美國的這個挑撥技術並不高明 所以它基本上來講挑撥不會成功的 那越南也是如此 你看越南的人民正馬上就趕到北京去了 到大陸去了 這代表什麼 代表就是說這一些國家像越南 美國是花了很大的力氣 連拜登都去越南訪問 然後都想把越南拉住 結果越南不但接待普丁 熱情接待普丁完了以後 你看美國的助理國務卿馬上就趕去越南了 結果越南的更重要的人物馬上就跑到大陸去了 你可以看到越南的一個轉向 就是已經越來越清楚就是說 你美國就是開空投資票 你的承諾 你的答應都做不到 所以他們又回過頭來去尋找跟中國大陸 就是鄰居更緊密的一個關係 我覺得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 其實是整個都破了 那麼連菲律賓你看小馬克斯也說了 小馬克斯也說 甚至小馬克斯的最重要的助手都說 哎呀這個南海的衝突啊 這是一個誤會 這是一個意外 這不代表兩個國家要打仗 這代表什麼 他們對美國的信任度一直在下降 我覺得美國在處理這個事情 這些方面 他基本上來講處理的並不理想 而且也越來越弱 越來越遜 他的影響力越來越差 不過我覺得目前 烏克蘭跟俄羅斯的關係啊 他打這個克里米亞半島 打克里米亞半島 其實他對於克里米亞半島的軍事 影響並不大 那為什麼會去打度假村呢 其實就是要破壞克里米亞的經濟 也就是說讓克里米亞 他沒辦法成為一個 基本上很安全的一個地方 那這樣的話你外來的公關客 他風險高就不太敢去 我覺得他的目的是在這裡 更何況他用的是灰色地帶 因為俄國是不准你使用這款 美國是不准烏克蘭使用這款武器 打俄羅斯本土 可是烏克蘭認為說 克里米亞不算俄羅斯的本土 因為這是美國認定非俄羅斯的 所以他就選擇克里米亞來打 好 剛剛這個賴老師 又掌到了越南的部分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帶你一起來討論亞洲的幾世 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那麼這一節帶大家來討論的是亞洲局勢 那我們就講到了東南亞的越南這個部分 我們帶你討論是現在越南 是不是跟中俄開始有了經濟 盟國甚至是能源上面的合作 進而跟美國開始越來越疏遠了呢 我們帶你看到是越南總理范明正 即將出訪中國出席世界經濟論壇會議 那麼其實在6月19到20的時候 俄羅斯總統普欣採訪過越南 21到22美國駐秦康達也到越南去了 但是24到27號也就是今天呢 范明正他也到中國去 6月25號要參加達沃斯的論壇 只是路透社就指出了 中國是越南最大的貿易夥伴 越南相當依賴中國的供應製造業的材料 跟設備 結果現在美國是不是遭到忽視 中俄成為越南拉攏的主力呢 為什麼會這麼說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美國政府之前推有岸外包的策略 尋求跟越南來深化關係 那麼呢 越南因為具有了這個中國 臨近性的因素成為美國納入 半導體有岸外包的新製造地點 但是日經中文就說了 這供應面的轉移背後還是中國資金啊 所以美國有岸外包拉攏 越南失敗了嗎 那麼我們其實帶您看到這個歷史背景 包括1955年到1975年打的越戰 又稱為這個越南抗美救國戰爭 當時北越背後站的是蘇聯跟中共 南越背後則是站的是美國 不過最後呢美國是放棄了南越 那麼1974年當時有一個西沙海戰爆發 那麼當時呢是中國拿下勝利 1979年則是中越戰爭 蘇聯組了一支軍事顧問團 緊急趕到越南的河內 幫助越南軍隊來作戰 那麼是不是現在越南覺得中俄 相對來講比美國來說更加可靠了 那麼越南突然訪問中國 難道是為了這個西土的鐵路嗎 李強出訪馬來西亞 當時就說了中馬先化雙變關係 那麼東海岸鐵路考慮延伸到泰國 我們帶你看到這張圖哦 這個馬來西亞這邊的這個鐵路呢 其實呢這個中馬共建一帶一路的 東海岸鐵路建成之後 可以把貨物從關丹港運到中國 成為馬六甲海峽之外的新選擇 也衝擊到新加坡它的枢紐地位 所以呢這個東海岸鐵路 將經過泰國 那麼現在泰國跟寮國也要來做一個跨境鐵路 而且7月份就要來試行了 有助於改善連接中國的交通 那麼新鐵路一旦正式投入運作 將改善兩國跟中國之間的交通 促進三國間的貿易和旅遊等行業發展 那麼現在經過越南西土的最大寶庫 中越火車的路線 渴望來說是大升級 那麼中越致力於升級鐵路 讓鐵路穿越了越南西土中心地帶 而且還要連接雲南省跟北越的海防市 那麼現在泛明正呢 他在2023年11月 也是去年的時候曾經發表聲明 呼籲應該升級中國南部昆明 跟越南港口城市海防的鐵路 那麼說好要見到現在都還沒有動 而現在越南不只要在鐵路上跟中國合作 傳出呢因為波音真的出事太多了 他也要來買C919了嗎 國際產經說現在空巴跟波音的訂單機呀 越南航空評估要採購中國的商飛宅體客機 泰國先鋒報引述越南航空高層呢 在股東會上有講到了 空中巴士跟波音的訂單 現在是越積越多 公司就在評估是不是可以跟中國來買飛機 青年報則是引述越南航空首席執行長的談話 說越南航空對於中國的商飛C919 非常有興趣 結果現在為什麼大家呢對於波音越來越沒有信心呢 但您再看一個例子 這波音的星際飛船返航又要在推遲了 狀況一直出現現在兩太空人的生死 現在大家都在關注 因為光發射就一波三折了 原本說5月6號後來也延到6月1號 又延到6月2號通通沒有成功 那麼呢其實終於在了這個6月6號 送兩個太空人上太空了 但是太空船推進器故障 差一點就沒有辦法對接到國際太空站 CNN說這個返航計畫已經是第三次推遲了 確切回程的日期沒有定 可能至少要到7月初了 但NASA就說了大家要放心 他們會晚回來 但是不會不回來 只不過大家就想到過去一些例子看了之後 大家還是覺得心裡毛毛的 包括了升空73秒就爆炸 32年前的挑戰者號在14600公尺的高空解體 當時7名太空人全數罵難 那麼呢現在為什麼美國這麼的關注 因為美國不能喪失掉他們太空霸權 這一次的太空探險平安歸國 對美國來講至關重要 尤其是在現在的這樣子的美國而言 對他們來講拿到太空戰場 才是對他們最有利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亮哥 亮哥你怎麼看現在越南的態度呢 我覺得越南就是軟負重總書記講的 他是竹子外交嘛 就是竹子的底部很堅硬 可是他不管長多高 他都柔軟度很高 那我覺得他是根據他自己的國家利益 來選擇跟誰合作 那基本上不得罪各方 我們用美國做例子 越南就是美國有岸外包重點之一 就是美國希望大陸的一些外商 能夠簽出來嘛 投資越南泰國 印度跟墨西哥 那這裡面最成功的就是越南 那這個大部分都是組裝 電子組裝業 那組裝好就出口嘛 目前越南對美國順差1000億美元 這是他最大的貿易國 這個中國大陸沒有想要去挑戰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 可是越南真的很需要 中國大陸的民生工業用品啊 還有基建啊 比如說你講到稀土 稀土 越南即使自己開採 或者美國來開採 你還是要送到中國提煉 因為所有的提煉專利幾乎都在中國 所以我是覺得 他跟中國大陸沒有辦法不合作 還有比如說RCEP 那那個越南也知道有泛亞鐵路 現在這個中老都已經蓋了嘛 那接下來就是要延伸到曼谷 又要延伸到馬來西亞 那他本來也是中南半島的重要國家 他怎麼可能不參與 所以就這點來講 他當然知道 他不可能 不要接受中國的力量進來 那俄羅斯就是 他是軍購主要的來源嘛 以前都超過80% 那現在大概降到60 那他現在大概要把俄羅斯拉進來 做能源的投資 因為他本來是跟美國投資 那結果他在 這個海域在開發天然氣 就常常會遭到中國的杯葛 因為有那個主權的爭議嘛 那他就想說如果是俄羅斯 可能關係會好一點 所以我坦白講 這個越南我認為早晚也會參加金庄國家 因為今年看起來 泰國馬來西亞都會申請 那越南我是認為他不太可能不參加 因為他跟俄羅斯 跟中國的關係這麼好 所以我覺得這很難說親誰啦 而是你去看美國有給機會啊 美國要搞那個印太經濟框架 現在IPF啊 到現在雙邊會談都還沒開始啊 所以就很虛嘛 所以我覺得他去選擇 中國道路做那個民生工業用品 跟基建上的合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我們想問一下 賴老師你怎麼看這個 稀土鐵路這件事情呢 是這樣子 因為越南本身的左右搖擺 就像剛剛講的 例如說他組織外交 常認為他柔軟 柔軟可是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就是左右搖擺 左右搖擺的國家 基本上來講比較不安全不可靠 那不安全不可靠就很難長期的合作 尤其在基礎建設這個部分 通常都是三十年五十年的合作 因為你要回收資金要回收 事工時間那麼長 而且都是用國家主權的在線來做擔保 那這樣的一定是要兩個國家是相對穩定 那這個關係可靠 中國大陸才有可能去進行大規模的投資 由於越南不斷地搖擺 跟大陸一下子好一下不好一下好一下不好 所以你看在基礎建設這個部分 大陸在越南這個部分 它基本上就緩步進行 小心謹慎 那越南現在面臨最大的困境 就是基礎建設不夠 鐵路不夠 因為原本它希望跟日本合作 日本做不到 連大橋日本也蓋了一半就垮了 也做不到 然後需要電 電也不夠 然後需要美國提供給它 美國也沒辦法提供給它 所以對越南來說 它的基礎的東西沒有電 水也不夠 然後鐵路也不行 工業元氣也不夠完善 怎麼辦 那您看到稀土的問題就在 你只能看到一個廣大的稀土 長量存量很大的一個稀土 但是你卻無法去使用 無法開採 因為稀土的體積面積這麼大 你需要大量的電大量的水 你要來提煉它 那你需要用鐵路用海運 來把它運出去 然後送到中國大陸來提煉 那請問一下你要靠什麼 當然要靠鐵路 可是你要靠越南來做 越南做不到 那你在這部分 又需要中國大陸來幫忙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說 越南本身 經過這段時間的折騰 它慢慢的已經慢慢的 越來越清楚了 也就是說再折騰下去 對越南並不利 為什麼 原本在東盟的國家中 有兩個國家比較折騰 一個就是越南 一個就是泰國 泰國原來的高鐵 中國也有興趣 可是泰國也是一樣 跟越南一樣 都選擇跟日本合作 結果日本在泰國也沒有成功 在越南也沒成功 那您看到結果 中國那個老窩 就反而很堅定的選擇 跟中國合作 反而中老鐵路開起來了 那現在中老 泰國現在也後悔了 也願意跟中國大陸接 這一接很堅定的另外一個國家 就是馬來西亞 你看馬來西亞的這條鐵路 一接的話 對新加坡影響就很大了 那我們來請教一下 介大使你是怎麼看的呢 其實我覺得 越南跟美國的這個合作 基本上是有局限性的 其實最大的還是在這個 就是所謂的意識形態 跟政治穩定上面 因為現在越南 雖然是開放改革開放 它一切都學中國大陸改革開放 政策 可是越南還是共產黨的政權 基本上 誰都知道跟美國做朋友以後 對美國開放社會 它進來的NGO 然後這些 吸收你大批人去美國留學 它都要灌輸你美國式的這個價值 政治意識形態跟政治價值 然後會干涉你本國的 你內部的政治運作 跟政治意識形態 那說實話現在全世界 就共產主義國家三個 美國是看到共產主義國家 都想把人家改造一下 那你只要存在 對美國來講就是要怎麼樣 讓它不存在的 所以越南非常清楚 你如果跟美國 這個關係發展的太深的話 美國一定會手伸到越南 國家裡面來 而且現在越南跟中國大陸來講 有一點存亡此寒的這種關係 也就是中國大陸 這個共產主義 現在逐漸它不斷的演變 變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而且它也走出一條成功的道路 在改善人民生活 在社會的這種各種的 運作的改善上 那個中國大陸的 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比歐美的這些制度還要強 對不對 不管是建設這個經濟的成果 這個人民的財富分配 然後社會的這個穩定 那個安全來講 那現在美國歐洲都覺得很吃味 所以對越南來講 中國大陸的繼續生 這個現在的體制繼續存在 繼續著重 對越南這個國家 它可能受到內外的壓力 也會減少 所以呢 從這個角度上來看 越南也是蠻清楚的 那現在又加上一個俄羅斯 自己來玩越南的話 那越南更不可能 往美國方面走 所以美國的 歡迎繼續鎖定新聞大白話 我是韋佳琪 那麼這節從國內政治 要帶你一路聊到國際情勢去 那麼加入我們這節來賓 包括有前駐紐大使 借文及借大使文 佳琪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國際政治專家 賴月先生 賴老師文 主持人好 我的朋友大家好 稍待一會呢 還會有這個耶魯政治學的博士 亮哥加入我們的行列 不過今天我們先帶大家來談談 當然今天早上九點半 觀眾朋友不曉得 你有看這個總統的記者會嗎 今天除了講國會改革之外 當然外界也很關心了 就是講到這個中國 懲治台獨的這件事情 那麼今天呢在這個問答時間的時候 賴清德總統也做出了回應 那麼他強調了 民主不是犯罪 專制才是罪惡 中國並無跨欲追溯台灣人的權利 而且還講到了 不管你是台灣派 中華民國派 或者是中華民國台灣派 在中國的眼中通通都是台獨 因此希望朝野應該要共同來面對這個問題 大家團結合作 所以有人就說了 你是不是把全民都扣上來 台獨的枷鎖呢 那麼中國的心令懲治台獨 國安單位說 現在台灣人要到中國大陸去 恐怕更危險了 國安單位說 除了統派以外 其他包括組裝中華民國的都算台獨喔 所以要到中國去要特別小心 所以呢 我們的節目就來問奇怪了 那請問一下國安會 如果這麼危險的話 會不會發布了一些 像是商業針對台商 就學針對在大陸的留學生 或是旅遊禁令嗎 那麼現在國安會是暫無回應 只是現在兩岸的局勢 是不是越來越緊張了呢 我們帶您看到這張圖 你可以看到6月23號 6點到24號的6點呢 南北跟東北部都有 共艦起飛的直升機 各一架侵擾 甚至在北部我國東北極 東部距離基隆只有45里 南部接近俄倫比外海 也有55里的地方 也出現了這個共艦的痕跡 那麼當然現在大家都認為 兩岸局勢是不是越來越升溫了 而我們要持續帶影來看到的是 現在要補充兵員 這個兵員不夠嘛 那麼補充兵役的門檻 是不是要提高 為了增加兵員 內政部打算提高常備業 因為家庭因素申請的補充兵役門檻 包括取消一男家庭為低收入 或是中低收入戶 可以申請服補充兵役的規定 而且還要提高家屬罹患身心障礙 跟癌症的等級條件 那麼今年的漢光呢 還他說又不演了 他們呢直接要來上場 為了更貼近實戰化演練 今年的漢光演習採取不會預演 裕校三軍部隊都是直接來 以驗證實戰過程當中 可能會出現的各種狀況 但是呢你取消了實兵對抗 有學者就認為 這恐怕會功虧一筷 因為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的研究員 接種就講到了 名義上的紅軍模擬攻擊 可同步演練重要據點奪回作戰 取消實兵對抗的訓練 可能讓本次的漢光實戰操演 整個可以說是功虧一筷 對 而其實呢他們說中國大陸無需入侵 這有可能拿下台灣嗎 提出這樣的警告的人 竟然是美國智庫 他們說呢 根據智庫的研究警告 中國可以不用廢一槍一彈 就可以孤立台灣 削弱台灣的經濟 他所做的策略呢 其實就是隔離策略 只不過現在美國 是不是還是挺著要來應稱呢 解放軍登陸艦編隊 到了南海去開展這個實戰化訓練 中國解放軍海軍近日組織多艘的 大型登陸艦到南海的某一個海域去 全天候開展實戰化訓練 為期四天的海上訓練當中呢 編隊行呢靠這個漂泊艦 營救落水人員等等多個科目的訓練 檢驗艦艇指揮員的應急啊 處置能力 甚至還有這個戰衛號手的協同作戰能力 而其實在南海的局勢也是相當的緊張 小馬可是說其實菲律賓是無意挑起戰爭的 他們說他們將致力於和平解決爭端 而現在大陸呢展示了戰鬥機器狗 結果沒想到美國國會覺得有威脅了 上個星期美國國會正在進行年度 國防授權法案的討論 那麼結果就有一個眾議員突然提到 中國大陸正在部署這個什麼 所謂的攜帶自動步槍的機器狗 讓他們好緊張 但是你別忘了 當初說要提升機場防禦 美國的空軍不是也引進了機器狗嗎 那麼美國空軍正式引進了 當時在2020年這個幽靈機器人 美軍首支操作這個裝備單位的空軍 第325保安中隊 將與機器狗進行任務展示 它可以在任何的地形啊 環境執行任務 而且它的複雜性低 更可以很耐用 又相對來講比較靈活 奇怪你美國2020年就擁有了 但你怎麼不說 這也是對全球威脅 反倒是現在中國大陸用了 你就說它是威脅呢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亮哥 亮哥加入我們的行列 我們想要來問一下 你怎麼看 這賴清德今天 好像把大家都扣上了一個台獨的枷鎖 沒有 賴清德這個啊 就跟他接受時代雜誌訪問的時候 他就把馬英九扯下水嘛 說兩岸互不隸屬馬英九優獎啊 我跟他一樣啊 我跟你講他就是碰到問題了 他就躲在中華英國後面 然後說大家都跟我一樣 這次也是啊 這個反台獨22條 他就說大家都跟我一樣啊 所以國民黨你也是獨派啊 他既然 今天我剛好碰到侯漢廷啊 他說只有統促黨不是獨派 那侯漢廷說那你把新黨放在哪裡啊 不而且 那記得在黃埔軍校的致辭還說 台灣內部有假黃埔 有投降主義耶 那請問投降主義跟 假黃埔也是獨派嗎 所以我跟你講啊 這個 就是碰到了危機啊 就躲在中華民國跟馬英九後面 我覺得 然後 這個碰到國內鬥爭就跳到最前線 我覺得這真的是 國家領導人做成這樣實在太離奇了啦 碰到兩岸的危機 你就躲在國民黨 躲在馬英九後面 那碰到國內鬥爭 你就跳到最前面 說人家假黃埔啦 投降主義啦 今天四線他還要跳到第一線 總統府自己要提出四線 要是那兩條跟他有關的 我真的沒有看過四線 還總統府自己跳出來的啊 以前都是 就是民進黨就總刮了 五條就一起四線嘛 只有林總統府還要四線耶 他還講了一句啊 他說在四線還沒有出來之前 請藍白在野黨不要冒然行動 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四線還沒有出來之前 你不可以要我來做國情之文嘛 就這個法律不生效嘛 真是不可思議啊 這個人啊 就對國內政治的議題喔 你就是一隻鬥雞啊 那兩岸的議題喔 本來想當鬥雞 他碰到危機了喔 那現在都躲在馬英九後面 對時代雜誌也說 我跟馬英九一樣 那現在對反台獨二十二條也說 馬英九跟我一樣都是獨派啦 這不知道講給誰聽耶 這個反台獨二十二條啊 如果你還不了解那個大陸的用意喔 那表示你對兩岸的問題 真的是完全沒有進入狀況 而且 好了就像你這樣講啊 說全台灣大部分都獨派啦 那你還要開放兩岸旅遊 那你是要幹嘛 不是都很危險嗎 那你還要開放 還要說大家來談啊 這個 那個很歡迎福建團來馬祖採線啊 我們也願意跟你來談旅遊啊 那不是很危險嗎 不是隨時 都有可能違反台獨二十二條 大家都有可能被逮捕啊 那你還叫大家去旅遊啊 然後陸委會 又在那邊放一個訊息 陸委會針對反台獨二十二條 陸委會有新聞稿啊 他說請國人去大陸 務必慎重評估必要性 一團亂耶 我覺得這個政府真是一團亂耶 不知道要幹嘛耶 這樣陸生 陸克都不用嘛 因為來台灣就是搞統戰啊 不然就匪諜啊 那我們去 隨時可能被抓啊 因為大家都是台獨啊 這不就是你的認知嗎 就你明明知道你的認知是錯的 還不去面對自己的問題 不然也做個台獨的男子漢嘛 你在立法院 都敢在立法院行政院長背詢說 我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你現在為什麼沒有這個肩膀啊 你公開出來講啊 我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啊 立法院當行政院長的時候都敢 當了總統 出事了就躲到馬英九後面 躲到國民黨後面 把全台灣都拉下來當墊背 可笑至極嘛 那你到底在幹嘛呢 請問你到底在玩什麼 那以前蔡英文講的弱都跟你一樣 那為什麼反台獨22條 蔡英文當了八年都沒出現啊 人家就針對你來的耶 你這樣還要扯嗎 馬英九任內 蔡英文任內 都沒有反台獨22條啊 就你當總統 才當一個月就出來了耶 那你現在又說 我跟馬英九跟蔡英文都一樣 我的天啊 這個 我不知道你是什麼樣的擔當啊 不知道在講什麼國家定位啦 如果自己講不清楚 那就不要講嘛 不要去惹這個馬蜂窩嘛 你既然自己 這麼沒把握講不清楚 也沒有擔當要負這樣的歷史責任 那你就不要講嘛 講的大家都跟你一樣陷入危機之中 陷入那麼大的兩岸的風險 簡直莫名其妙啊 那我們來問一下介大師 尤其是現在兩岸局勢 一直在不斷的升溫當中 當然兵源就很重要了 摸不到兵怎麼辦 現在竟然提高了這個補充兵役的門檻 你怎麼看呢 他叫加薪啊 因為事實上的話當兵的人啊 我們過去這些軍校的朋友啊 還有其實在從軍的 真的蠻尊敬他們的 他們是一天沒有三八字的 他是一天24小時都在軍營 那以前我們在這個外島當兵的時候 三個月不能回家 你每天都要穿著軍服 像我們一般我們正常工作 我們這個上完班回家還有什麼 跟家人啊孩子啊聚聚 當兵的通通沒有 可是他們的薪水很低啊 過去這些啊 所謂的黃埔啊黃埔的子弟啊 那是有革命精神的 他有理想的 他有國家的效忠 他知道哪一個國家的 對非常清楚 所以他們都有什麼 犧牲小我的精神 那你現在搞得 現在說實話 這個人家針對台獨的 他說全台灣都被針對 我就沒有覺得我被針對啊 對不對 那台獨22條 就跟我沒有關係啊 對不對 他這個連這個 連這個都可以這樣子扯的話 那人家軍人就說為何而戰 對不對 我不是為台獨 今天我明明不是為台獨而戰 你也說我為台獨而戰 因為都把我當台獨 所以就搞混了 那你就要回復 你人家的工作 那種犧牲性命的這種 冒險的本質 那是高 高高風險的職業啊 那你給人家薪水給多少 你以為都是那些 都是當義務役的 你給他兩萬四一個月 就覺得啊 已經對你很不錯了 對不對 人家是要冒生命危險的 那你要 你要提高待遇 對不對 你不要一天到晚 就給美國買五七 一買就買六千億 對不對 我們那個軍人 待遇有提高嗎 不要說軍人啦 每天在第一線打 這個救災救難的打火兄弟 對不對 裝備也不足 然後呢 然後要什麼沒有什麼 講了答應了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我們的軍人 事實上真的是 現在被他搞得不知為何而戰 變成搞得我們大家都變台獨分子 找他講法 我真的搞不清楚啊 人家是針對台獨的 就偏偏講 所有台灣人都是被他針對的 那今天在大陸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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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兩百萬台商呢 那不是立刻都被抓起來了嗎 對不對 就是說 不曉得在講什麼啊 那你把國家搞得這麼混亂 對你要去面對問題 不是把大家都拖下水 軍人也要知道我今天為何而戰 搞了半天 我們在大陸眼睛裡都是台獨 那我們今天跟大陸打仗 我們是為台獨而戰了嗎 你問一下我們這些黃埔的子弟 有幾個願意為台獨而戰 那你也很清楚啊 所以你才會說 那些人不聽你的就是假黃埔嘛 對不對 這些假黃埔起碼 你不要今天講什麼統書 假黃埔也應該不是台獨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你不是這樣子 態度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國家一步一步走向戰爭的危機了 現在這個情況是這個樣子 如果沒有戰爭危機 你幹嘛一天到晚要擴充兵源 一天到晚要把美國人找來 對不對 我們過去過得好好的 要好好檢討一下 為什麼今天台灣搞成這樣 我們在台灣的 我們2400萬台灣人不能夠安居樂樂 不能夠有好好的計畫未來 對不對 不要說我將來男生 我就趕快送到國外去念書啊 不要打仗啊 我們要遠離戰爭的陰影 可是你今天賴清德這樣做法的話 真的 只有把我們一步一步 往戰爭的這個深淵裡面帶 這個真的 我覺得他應該要夜深人靜 應該好好的思考一下 他的依人啊 身系2400萬人的安危 不能這樣子任性啊 我們來請教一下 賴老師你怎麼看 除了兩岸局勢之外 現在南海的局勢也逐漸在宣溫當中 南海的局勢我想主要是 菲律賓小馬克市總統的改變 因為之前杜特蒂時代的是五年 南海真的是相對穩定 不但南海共同行為宣言走了 而且呢也已經開始往這個 南海行為準則走 大家都覺得說 這個南海穩定了 那麼中國跟東盟之間的關係 都相對來講都覺得說 這個對亞洲國家都很好 結果小馬克市上來了以後啊 他違背了承諾 違背承諾其實主要是因為 他欺騙了杜特蒂家族 他當時就是用欺騙的方法 因為他本人當選不了 然後他跟杜特蒂說 他願意延續了杜特蒂的外交政策 那所以他們兩個家族結合 那就高票的當選了 那篤定了當選 當選以後呢 結果他就反悔了 他就等於是好好的騙了杜特蒂 那杜特蒂家族 你看他女兒也脫離內閣了 所以他們兩個家族徹底決裂 小馬克市的挑釁的南海 大家都知道跟美國有關 美國在2022年的時候 就在夏威夷成立了第一個平海戰鬥團 大概有三千多人左右 去年又成立了第二個平海戰鬥團 在琉球群島 那從現在開始一直到2027年 要成立第三個平海戰鬥團 那美國的任務就是說 我成立這三個團 的目的就是要去打中國 要在海戰中 那麼支援他們的空中 然後把中國大陸的海軍 在南海 台灣海峽 跟東海這個地方摧毀 現在解放軍 也針對於美國的平海戰鬥團 開始進行 這種登島的一個 作戰的一個方式 換言之也就是說 由於整個地緣政治來講 有利於大陸 大陸在感知系統 在情報收集系統雷達 還有軍事衛星的偵察系統中 對於美國把它的 平海戰鬥團把它分散化 小股化以及 例如說在巴丹島 就巴士海峽中間一樣 那麼解放軍 比較能夠掌握住 他們的這個美軍的動態 所以他們的作戰的方法 可以用無人機 可以用導彈 然後可以用戰略轟炸機 到最後你海軍陸戰隊要登陸 那海軍陸戰要登陸的時候 你怎麼樣減少自己的傷亡 機器狗 作戰狗就是一個非常好的 使用的一個方式了 換言之也就是說 在整個平海戰鬥中 美國自己也本身也發覺 就是它一旦進入那個島嶼之後 它反而會被限制住 那如何能夠讓它激動 它要靠的是海上跟空中的運輸 可是這基本上一旦被發現 它基本上就被摧毀 所以我覺得南海之間的較量 是越來越緊張 美國到目前為止沒有把握 可以打贏這場戰勝 好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最後回來 帶您繼續討論國際局勢 見了 在這邊 保安 自找老伯 會 在這邊 吓快 有 火